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自报这个本身的话 这个名字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那么经过一年的运营的话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WeMedia的话就是它投入了一笔资金 然后来成立了这么一个旺心工作室 就是尝试在这种很垂直的这种微信的自媒体里面 来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商业模式 在去年一年以来的话 基本上是坚持在每天更新一篇吧 到今年的话大概四月五月份开始 我是每天更新三篇 就偏资讯的为主 是一个很真实的数据 不太多四万多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 就是说我这个四万多的用户里面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它是确实是自己养狗的 那就是说我还是有一个小型的社群 有那么三万多的这个读者 它是自己家有狗的 在我自己想表达我做这个微信自媒体的一些 很个人化的经验之前 我是想有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我怎么来看微信 怎么讲新媒体的平台 还有微博 还有什么差异的东西 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无论你是一个媒体 还是一个产品 还是一种 甚至你是一个品牌 或者甚至你是开一个店 或者你只是个卖包 开个报纸铺而已 无论产品还是服务的话 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 你讲的话你有自己的三观 那么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在狗的这个方向上来 这个兴趣的方向上来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我认同汪兴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我认为它是一个游戏 就是游戏化 它肯定要涉及到一个场景 一个空间 时间 涉及到一个事件 或者涉及到一些一些互动的问题 那我认为它是一个游戏化的 社区或者一个自媒体的平台 我们先设定了一个场景 大的场景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汪兴的这个王国里面 中国有1.1亿只狗 汪兴人的数量是1.1亿 那么在就分布在这个 金毛士啊 哈斯奇士啊 其他任何一个 一个全种命名的一个市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以汪兴人为主角 他的视线里面 他跟人的人类的关系 他跟这种狗与狗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就会形成一种交互的场景 那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游戏的场景 那么在微信这个层面上 怎么来来理解它呢 其实在微信的话这一块 对于微信对于这个汪兴人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或者对于我个人做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 它也只是一个副本 就一个平台 就是我在里面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 对这个世界观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对这个虚拟的这个汪兴 他的世界是怎么样组成的 所以我一般来说 不太愿意介绍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容 尽量能够让大家觉得 这个汪汪生活在这个世界能够快乐一点 这是我对这个汪兴人的人生观的一个一个 大概的一个定义 所以其实内心来讲的话 如果我某一天我的狗子报告 就是我的其他类似的一些服务 能够影响到上游的这个宠物的这个制造行业 比如说狗粮的行业 再为这些汪兴人吃上标准的狗粮 就像人们能够早上吃上一顿油条包子这样类似的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谢谢大家